大家好 晚安 全球市場時間 我們持續帶您關心的是 俄烏交戰 今天也是進入了第56天了 目前雙方就在馬利波這個大城 在激戰當中 而其中俄軍佔領一個 非常重要的亞素鋼鐵廠 但同時這裡也是 烏軍佔領之地 他們是不願意投降或是撤隊 但現在路透社就報導說 烏克蘭官方很擔心說 馬利波的整個死傷人數 可能會比遭遇平民大屠殺 的固察症還要嚴重 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同時也表示說 馬利波的情勢是相當的危急 許多的平民受困在此 那麼俄軍還阻斷了人道走廊 其實我們說到 這個馬利波的戰略位置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說一旦俄軍是攻下 整個馬利波的話 就可以掌握亞素海的進出 而且還可以進一步 跟烏東地區的俄軍 來做陸空的連結整合 而現在美國總統拜登 也宣布再度加碼8億美元的軍員 要給烏克蘭 西方情資分析說 俄軍很有可能 會在馬利波這邊動用化武 才能夠攻下亞素鋼鐵廠 否則面對烏軍的抵抗 在短時間之內 根本是無法拿下 正正弄烟從亞素鋼鐵廠竄出 儘管馬利波被俄軍打得千瘡百孔 但武軍人死守這個位於東南海港 地理位置至關重要的城市 被指控不顧平民在內 投擲重型炸彈的俄軍 路透也引述一名歐洲官員的說法 表示四面楚歌的馬利波 將在幾天內就全面淪陷 歐烏凱打進入第56天 一直力挺烏克蘭的美國 對於是否軍事援助烏克蘭 拜登則是大方回應 而據路透社分析 美國正在推動新一輪援武計劃 這次的援助規模 將和上週宣布的8億美元 不上上下 不過被問到是否親訪基附時 拜登僅以不知道三次回應 白宮方面則表示 出於安全考量 拜登和副總統賀錦麗 不太可能出訪基附 另外為了反制其他國家的制裁 俄羅斯外交部也表示 他們已經將21名比利時 與15名荷蘭外交官 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要求這36個人 在兩週內離開俄羅斯 記者先來有報導 而面對西方的制裁 現在俄羅斯則是持續加強 跟中國大陸的合作關係 大陸外交部副部長勒玉成 昨天是會見 俄羅斯駐華大使傑尼索夫 針對中俄的關係 還有國際情勢交換意見 勒玉成表示 不管說國際情勢是如何變化 中方將一如既往跟俄方 加強是戰略性的合作 也會維護雙方的共同利益 那麼勒玉成也表示說 在中俄領導人的努力之下 中俄領域的合作不斷的深化 今年第一季 中俄雙邊的貿易額 達到了382億美元 增長將近三成 也顯現出兩國合作的巨大韌性 而再來關心的是 大陸的本土疫情持續延燒 那麼上海市衛健委20號再度通報 19號再新增本土確診病例 達到18900多例 新增7例死亡 大陸副總理孫春蘭已經連續三天前往上海督察 就是希望可以以快制快實施社會面清零的政策 我們都能夠發現一起 即使鋪滅一起 那麼東台清零就是以最小的社會成本 獲得最大的社會效果 那麼它是符合我國的防控實際 那麼是我們中國新冠防控的最佳選擇 大陸當局嚴格實施封控的政策之下 大陸知名的防疫專家鍾南山 他也發文指出說 動態清零不能夠長期的維持 大陸應該要有序的重新開放 才能夠恢復正常的社會經濟 此外他也建議說是在某些指定的城市 或是地區先展開試點 並且根據境外輸入的病例 特點來調整政策 而現在大陸的疫情持續延燒 上海在封控管理之下 許多工廠都受到影響 而沒想到現在鋼鐵重鎮 河北唐山也在十九號 再次對全市實施 暫時三天的封控管理措施 根據統計 唐山封控管理措施 預計會影響到至少二十九家的鋼廠 由於唐山的粗鋼產量佔 大陸全國的超過八分之一 因此這個封控管理 會不會進一步造成鋼價大漲 當然未來也是市場的關注動向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 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一直噴酒精 但是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就可以買到 最新的健康 我們做不到 不 ordered 我們做不到